选委会选举投票进行了七个小时 整个上午,投票率都比上届高出一倍 截至下午一点半,有超过三万五千人投了票 投票率是百分之十五点一八 比上届同一时段高出七个百分点 投票率最高暂时是区议员互选的港九区议会界别 超过六成人投了票 总计整个上午,投票率都比上届高 组段更高出一倍又多 多个专业界别,投票都比上届踊跃 其中资讯科技界和医学界 投票率都比上届同一时段高出近一倍 竞争最激烈的卫生服务界 头六个小时投票率超过一成 是上届的两倍多 有选民说投票的时候主要是考虑 选委可不可以选出一个修补香港撕裂的特首 亦有选民说不支持取态激进的候选人 翻问阵营就投诉 有四个界别的选民收不到宣传单张 选官会表示会更进 林海荣报道 票站早上七点半开放 整个早上投票率都比上届高 特别是一些专业界别 例如是卫生服务界 会计界、资讯科技界 投票率升幅以倍数计 选民取向各有不同 我是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究竟选哪个 这件事是很不高兴的 我是抱民主派的 我会选一些他会觉得是对香港的政制 对香港的撕裂方面是有改变的人 不要搞那些太多民主那些东西 有示威、游行、冲击政府、搞警察 那些人就不投了 有建制派名单上届多个选委 提名支持梁振英 今次投票日之前出现巨大变化 他们说没有什么大影响 天下父母心 我想CY这次的决定 我们都很理解的 我们希望将来知道有哪些是候选人 了解一下他们的能力 的政綱 然后才做一个决定 今天要投票 今天要投票 另一边商 泛民主派协调了超过350人出选 朝早联合造势 他们说法律、高教、社福和批发零售界 都有选民投诉 收不到候选人的宣传单张 法律界我们看到有些情况 就是真的只是收不到民主派的候选人的单张 但是有些其他的候选人是收到的 但是更加严重的就是 所有界别基本上都有很多候选人 是收不到投票通知书 收不到投票通知卡 很多人就以为连选举有没有得选都不知道 选管会主席冯华 巡视票站的时候就说 所有投票通知书和候选人简介 一个星期前已经寄了出去 收到投诉之后会跟进派递的情况 有选民就跟我们说 要等十几二十分钟才可以投票 冯华也说留意到 今年的投票时间是长了 部分的票站是出现人龙 但是属于正常现象 有线电视记者林海融报道